大家好,我是唐凤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我在行政院担任数位政委推动社会创新业务以来 最有意思的专案之一,就是口罩实名制 社会创新指的是众人知识众人助之 就当社会面临一个共同挑战的时候 如果每个人一些新的好的主意都能够彼此增幅 大家慢慢改变自己的习惯,一起迎向挑战 那本来看起来非常困难的事情也可以迎刃而减 在去年一月的时候,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 就是从武汉传出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当时我们非常感谢陈怡轩、方启泰这两位公卫的专家 在一月三十一号的时候,就对行政院的同仁做了一个简报 他们的数值模型显示 只要四分之三的人都愿意戴上口罩 那么病毒的基本传染数就可以把它压到小于一 也就是零星的社区感染不会变成大规模的传播 但是呢,反之如果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愿意戴口罩 那么不管我们的追踪、简易、隔离做得再好 还是不免会有漏网之余 透过指数式的传播到最后很快就会变成不得不封城的状态 也因为这样,怎么样让四分之三的人都拿得到口罩 戴得上口罩,就变成全民都在想的一件事情 在当时,有很多朋友提议我们应该要用实名制的方法 为什么呢?因为虽然现在我们每天口罩的产量已经高达两千多万片 但在当时只有不到两百万片 而有两千多万人都需要戴口罩的情况下 如果不做实名的控管的话 那就很容易变成少数人买得到 而其他人完全买不到的情况 当时有两种想法 一种是透过支付端 好比像说行动支付啊 或者便利商店的记名悠悠卡或者e卡通 确实可以做到实名认证 而另外一个想法就是透过 90%以上的药局都有光纤连到健保署的VPN网络 比照我们的慢性连续处方签 透过大家的健保卡来达到实名认证 经过许多讨论 我们很快就决定要采用药局的案子 作为我们口罩1.0的系统 为什么呢 因为当药师提醒大家要戴口罩勤洗手 大家比较会相信 便利商店的店员可能在这方面说服力就没有那么高 而且拥有行动支付或记名悠悠卡 e卡通使用习惯的人 说不定还不到7成5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难达到本来的目标 而最后呢健保卡是大家都有的 不只是国民像移工朋友也都有健保卡 我们相信技术是要配合现有的社会的脉络 而不是要求社会去迎合技术 所以大家最习惯的健保卡就变成我们的首选 当时政府端的这些技术工作者健保署的资讯组 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就完成了第一版的口罩1.0 但是在同时公民社会也没有闲着 数位就是好几位不止一位 在当时有数百位朋友也同时正在写程式 画面左边这位吴展伟是台南人 他早在我们推出实名制之前 就已经推出了口罩地图 让大家都可以运用群众外包的方式 在他地图上面去登记说 我在这边排队 我看到还有口罩 我在这边排队 看起来好像已经没有口罩了 而右边这位江明宗 则是推出了有很多三角形的版本的口罩地图 运用我们每30秒就更新一次的 实名制药局的资料 它不但提供导航的功能 而且也让药师朋友可以及时地回应 在上面进行讨论 虽然我们2月6号在上路的时候 健保署本来也有做及时的口罩存量 但是这个界面比起这两位朋友都比较阳春 而且健保署本来也没有料到 原来大家的需求这么大 很快频宽就不够用了 所以我们当机的一段 我就建立了口罩供需资讯平台 把所有民间包含这两位朋友 还有像集管家 让你对话机器人啊 或者之后Google语音助理啊 或者是Siri啊 等等的这些做法 我们全部把它公布在上面 这样子的话 不管是哪一个系统 它一开始可能有些频宽的问题 大家可以很容易切换到 另外一个系统来使用 这样每个人在排队的时候 一方面不会白排 二方面也可以及时的看到 前面的人刷了健保卡 真的这个药局的库存量就减二 或像现在是减十啊 但当然这样子很理想的状况 只出现在部分的药局 对于部分的药师来讲 口罩地图反而是找他们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在二月六号 药师本身也在进行一场社会创新 有些药师在自己的讨论群主里面 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就是发号码牌 在早上可能八点的时候 大家拿健保卡去这些药局的时候 说不定他们不是直接刷这个健保卡 而是给你一张号码牌说 到傍晚可能人潮不拥挤的时候 再回来拿你的口罩跟健保卡 所以健保卡呢 是暂时寄放在药局 在中午的时候一次处理 那单独来看 号码牌确实可以减缓排队的压力 口罩地图也不会让人 白白跑去已经卖完的地方 但加在一起 就造成了很不好的外部的效果 就是会有人 看到口罩地图上面 一片都没有卖出去 可能早上十点的时候 到了这家药局才发现 怎么已经卖光了 因为号码牌已经发完了 而中午当他们开始 一张一张健保卡刷的时候 看起来就很像 好像一瞬间口罩就全部卖光 这个在地图上面看起来 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趋势 但是我们并没有说 要是不准发号码牌 我们也没有说 那口罩地图及时的API 我们就不提供了 都没有 我们相反的是去问大家 如果是你的话 你要怎么办 这就是一个你行你来 开门造居的态度 骂得最凶 最吵的朋友 不是有糖吃 但是是腰间厨房 一起炒糖吃 很快的我们就收到 钥匙朋友们的建议 首先我们就把我们的 在口罩地图上面的 营业时间 切成两个栏位 一个是拿号码牌 一个是发口罩 很快又在钥匙朋友的 建议之下 我们就加了一个按钮 它只要一按 就可以从地图上面 隐形消失 那在这些创新 一个一个上路 我们当时每个星期四 上板之后 很快的 这两方就不会彼此干扰 而是能够达到相互信任 那在这里面 我们也发现 很多年轻朋友 其实没有到药局 也买不到口罩 为什么呢 这些第一线的朋友 告诉我们说 他们工作时间很长 他们下班的时候 药师可能已经下班了 而他们如果是自己住 或者没有跟家人一起住的话 那么他们也找不到谁 可以暂时寄放一下健保卡 或者委托他们 去药局帮忙排队 所以针对这些年轻朋友 我们势必要某种方式 让他们能够预先订购 这个时候 我们就想到了报学软体 因为2017年5月的时候 画面上这位卓志远 当时他在我们的公民联署 也就是公共政策 网络参与平台上面提了一个案子 叫做报学软体难用到爆炸 为什么呢 因为他用的是Mac 在当年呢 Oracle把Java Applet停用掉 所以Mac就没办法报学了 那纵使他借得到一台Windows 他用惯了Mac 总是觉得说 这个使用的体验相当的不好 不但要有桌垫 要有读卡机 而且每一部字都报多 而且华丽到让人迷惘 在当时我们同样也是 抱持你行你来的态度 就邀请他跟财政部 还有所有相关部会的 开放政府的联络人 PO 一起去设计2018年的 报学软体 果然体验变得非常好 后来陆续又在2019年 加上了用手机 再加上去便利商店 XACA就可以报税 到了2020年的时候 便利商店的读卡机 直接拿到便利商店 就可以缴费报税 到今年2021年的时候 甚至不需要用自然凭证 或健保卡X卡 直接用你的手机门号 就可以像健保快异通一样 做到身份的认证 所以在当时 在去年3月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 如果我们可以一次结合 健保快异通 本来就有的手机认证 以及这一套 中锁税 报税软体的 进流资讯流的话 那我们一下子 就可以去取得 大家的信任 而且也可以让四大便利超商 当然之后 包含一些药妆店 全联都加入 成为扩增 这6000多个药局 到接近2万个不同 都可以拿得到 口罩的地点 那也非常感谢 当时跟我们一起进行 服务设计的朋友 我们也是只花了 三天三夜 就把大家很熟悉的 快异通界面 以及我们中锁税软界面 调整成口罩2.0 就是EMASK系统 当它推出之后 我们很快就达到了 7乘5的这个数字 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大规模的感染的 这个传播的风险 就大幅的减低 我们每30秒 公布一次API 上面的数字的好处 就是任何有资料科学 分析能力的朋友 都可以提出具体的建议 好比像说高宏安委员 在加入立法院之前 本来是鸿海大数据的副总 那他相当地了解数据的科学 所以当时他在质询 我们陈时中指挥官的时候 就运用了 这个应该是 OpenStreetMap 旧平安的这个社群的资料 告诉陈指挥官说 虽然乍看之下 药局的分布啊 或者跟人口的分布 是公平的 但是当这个地图 稍微把它尺度 稍微在这个变成更大一点的尺度的时候 它zoom out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区域跟区域之间 可能因为它的公共运输的关系 或者其他的使用习惯的关系 总之呢 它的工需其实是不对称的 是不对等的 所以呢 它的具体建议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按照实际的需求量 来决定配送量 而不是一个固定的配送量 那陈指挥官也立刻就说 委员教教我们嘛 所以呢 在他这个直询的隔天 我们不但更改了 我们的配送到药局的演算法 而且我们也同时告诉大家 可以运用健保快一通 来进行线上的预定 在24小时的到超商取货 那高委员当然很高兴 他就说 昨天的直询 今天就改善了 那这个也告诉我们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巡政治理的重要性 试想 如果我们不是每30秒 公布一次 及时的进销存资讯的话 那么民间的朋友 或者像高委员 就没有办法 及时的去做出 这样子的建议来 当然 也不只是国会议员 我们的台北市市政府 也跟我们画面上 夜安科技的朋友 一起做出了 口罩实名制的贩卖机 在当时呢 他们看到钥匙 很多的时间都花在 处理支付 还有处理健保卡的验卡上面 夜安科技的朋友就想 能不能够提供一个 自动化的界面 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就在 本来他们就有的 贩卖机改装 行动支付模组上面 再加上了健保卡 验证的系统 在健保署的协助之下 他们这架机器 就连到了健保署 变成好像一个 虚拟的药局一样 也同样透过VPN的连线 在资安五余的前提底下 让大家只要插入健保卡 再用行动支付 就可以自注式的购买口罩 那看到这样子的新创 也让我想到说 哎 果然这是非常有趣的创新 但是台北市之外的朋友呢 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 让他拿着健保卡 就到他熟悉的地方 不需要下载他的APP 或向移工朋友 健保快一通 当时实名认证 是用手机门号 但如果他是用 预付卡的话 那他也没有办法 用APP来进行身份认证 所以当时我就问 四大超商的朋友 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有些朋友说 他们可以用超商里面 有的提款机 只要运用提款机 插入金融卡 输入密码 这样子的话呢 一方面完成身份验证 二方面也可以把52块钱 直接汇入 机关署的账户里面 拿着这个QR Code 我们就可以告诉 我们的柜台说 哎 你看转账成功了 那一个礼拜之后 凭这个单据 就可以到柜台 拿预购的口罩 不过这个提款机的案子 我们到最后是没有采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想要 让所有的朋友 特别是老人家 都能够使用这套系统 而在我88岁的阿嬷 以及她的年轻朋友 77岁的杨奶奶 实地进行测试之后 他们告诉我说 如果是用提款机的话 他们宁可回药局排队 杨奶奶说 在这个提款卡上面 她不但不是很愿意 在大牌长红的情况下 建入密码 说不定后面的人会看到 而且呢 在荧幕上面显示 转走52块 但她可能看那个 165反诈骗专线的贴纸 她就会觉得相当不安心 想说是不是52万呢 都可能被转走 所以她要说 她只愿意用健保卡 而且她不愿意输入密码 如果我要她输入提款卡密码 那她还不如回药局去排队 所以呢 我们在参考这些 长辈们的意见之后 我们就问我们的四大超商 能不能像夜安科技一样 把他们的贵源机 也就是Kiosk 像iPhone啊 FamilyPort啊 也能够连到 建包树的VPN网络 后来我们就发现 他们的贵源机 是封闭网络 也就是跟提款机有点像 他们不是连到网记网络 而是所有人都连到 在超商总部 同样的一台机器 也就是说 四大超商的四台机器 只要签四条专线 到健保署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确保说 在资安无余的情况下 每个人只要用健保卡 就可以在超商完成认证 而杨奶奶也可以数 52块的硬币 到柜台结账 这样子就可以感到安心 所以我们在社会创新的时候 要达到inclusion 就是含荣各方不同需求 安心是比省力还要重要 只要能够达到安心的这个要求 那么一船十 十船百 77岁杨奶奶也非常愿意 去跟社区里六十几岁的朋友 分享这个新的体验 他们就可以到社区门口 而不是到比较远的药局 就可以预定到口罩 但是如果让他们不安心的话 那么整个社会就没有办法增幅 这个创新 那在最后 在1.0药局 2.0 app 3.0超商 预购之后 我们最后还有4.0 这也是非常棒的社会创新 在当时4月 我们终于把儿子整个都控制下来之后 我就在推特上面接到一些网友说 我们家里的口罩存量开始慢慢够了 他想要把他没有领取的这些配额 能够贡献给国外的人道援助 当时呢 我们就跟健保署的团队讨论 我们运用健康存折的这一套系统 成功地做出我们口罩分享的荣誉榜 这个就有点像一个NFT 只要大家到了健保快一通 去选择护台湾驻世界 就可以把过去两个星期 或更之前没有领取到的口罩额度 把它贡献给全世界来使用 很有意思的是 很多朋友本来没有下载健保快一通的 但是呢 他会为了这个原因 也愿意来下载 所以到现在已经有超过 1000万人次下载健保快一通 也让我们健康存折变成 可能全世界参与度最高的 Data Collaborative资料协作关系的工具之一 那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 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够想一想 当我们面对更多的 全世界性的共同议题的时候 有什么样子的方式 能够达到既安心又省力 众人知识 众人助之的解决方案 Live long and prosper 作词 李宗盛